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 就让我全身而退 就对高边来说就是七尺大乳 对正要高声的刘厅长来说 会断送了他的前程 所以我猜啊 他们一定会把委屈藏在肚子里 给我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但愿如此吧 我是霍卧总理大臣嘉奖的人 在警察厅里潜伏了十年 又让我全身而退 对他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 这不仅是丑闻 还是杜职 日本人知道了会大发雷霆 除非他们能抓到我 好 就按你说的做 一想到高斌 陆敏 还有警察厅那帮混蛋 在我的葬礼上 对着棺材里的靴子鞠躬 我就想笑 这个高斌 这一下会窝囊死 我这么失踪 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 高斌 陈景宇 还有警察厅那些混蛋 这对顾球员也是一种保护 至少他们不会大张旗鼓地去发通缉令 就算高斌愿意这么做 刘厅长也不会答应 你真该好好地跟他们继续玩下去 中途退场实在是太遗憾了 你这一走 高斌会很失落 说实话 我也不想走 还没到非走不可的地步 但是我实在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 在孩子面前 我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有没有 你三个孩子 你三个人 没到辞着 我从小的时候 你还没到辞着 你还会不用 你除了 你还不得 你不得 我 你不是 的我 在这儿待着好玩不好玩 不好玩 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 屋子里还有一股味儿 村子里的孩子可脏了呢 不想卫生 少少 自己先到院子里玩一会儿 爸爸有事跟妈妈说 好 在门口玩别跑远了啊 让我再莎莎走 我知道你不同意 可为了莎莎 让我带她走 莎莎离开我 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等曼州给我倒台了 你丈夫 还有女儿都会回到你身边 这个险子对我来说真残忍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了解 其实这六年 能让我咬着牙撑下去的 就是因为孩子 就是因为孩子 从小到大 莎莎都没离开过我 你现在一下子把她带到那么远的地方 我接受不了 我是觉得莎莎跟着你不安全 你带着她穿过那么长的国境线 难道就安全吗 我保证 我会把她安全地带过去 我就不明白了 莎莎跟着我怎么就不安全了 就算哪天我被他们抓住了 他们还能 还能拿孩子下手不成 不要高估了他们这人品 高级跳墙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现在除了孩子 我没有任何的依靠 莎莎不能跟你走 莎莎到了苏联 会受到很好的照顾 对苏联来说 国土内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可在这里 还会有一场殊死决斗 丑元 理智一些 我理智 凭什么让我理智 我理智这么些年了 我得到什么了 我理智这么些年了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我 我用不着你喜欢 你到底是在考虑自己 还是在考虑孩子的未来 我考虑什么了 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丈夫张平如现在在山上生死未捕 我现在除了孩子我什么都没有 我 过一段日子 你就要知道 我这么做是对的 对 你是对的 你什么时候都是对的 你什么时候错过呀 你就是个自私透顶的人 到底怎么了 你一遍 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无名活 现在没时间考虑了 你走吧 莎莎哪都不去 你莎莎想想 赶紧走 求你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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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 优优雀 优优 爸爸 爸爸 优优 爸爸要出去一段时间 在家聽媽媽話啊 爸爸你又要走啊 你怎麼總是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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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爸爸一下 小燦小燦不要過來 過來小燦 慢點 小燦過來 我啊 小燦 小燈 小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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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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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到底有没有犯人被提走 他们反过来问我说有没有被提走 你们不知道吗 他们没有义务向我们提供任何资料 说是除非有上级的命令才给 上级的命令 可是四股先生去新京后天才能回来 那我们只能找保安局了 不行 我担心保安局有他们的人 你说现在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呢 这件事情尴尴尬之处在于 如果是真有问题 我们没有抓到人 如果是没有问题 又搞得满城风雨 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 刘廷长又赶上晋升 另外 日本人是不会让人知道 这种暗地里的屠杀的 他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那我们只能先找保安局 这件事我来处理 你马上通知何少侠 拦截周矣的车 把人想办法给我扣住 事情没有核实 万一不是他呢 我和祝国长怎么 怎么见面呢 你考虑那么多干嘛 这些事我来解释 那好吧 他要是据 或者不接受检查的话 我可以开枪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好的 但是 你这样通知何少侠 不要一下地针对周矣长个人 主要是扣住他的车 然后是扣住车上的人 明白 他就继续说 姐姐 那是你爸爸 别急了 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 就爸爸了 好了 好 我去跟胡家 不来 你先给我老周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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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鸤 我为什么孔伟 我还里了 她们 这样已经陆会受到关折 是 等过了关姐了 我们就不走大路了 就送花江上走 那儿安全吗 没问题 把政府赶着把车都走了 我们到了新山还有多别 从新山再往里就没有路了 行啊 就能不能更害怕 每个人都抵抗的医生 我也会那些什么医生 要帮助一切 认识保障 你能不能让点儿子 不然就不死 有点父亲 身体里面就你了 是 这属于这边 进来 厅长 沿途的少甲和火车阵都已经安排人查了 到现在为止没有拦截报告 那这是蒸发了 我同学过来了 在哪儿 请进来 好嘞 你好 你好 请坐 陆明都跟你说清楚了吧 是 好 是这样 那天 在三间房 你看一下 受审的这个人 是不是他 是 就是他 那个陈科长把他带去 我们那个周科长在不在现场啊 不在 哦 他不在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查这个人呢 因为油漆案子涉及到他 嗯 在找 池玉兰的时候 我们发现 特务科把池玉兰逮捕了 啊 那我再问你 跟周科长当时去那几个日本人你还记得吧 记得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他们是哈尔滨宪宪兵队的还是宪兵司令部的吗 我只知道他们穿的宪兵第一衣服 现在这件事越来越比喻了 首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周姨 他现实犯了内窝的忌虑 啊 他现在了 这可不是仅仅是犯纪律的问题啊 是 书记老说 我的好办 你想他 受过总理大臣的嘉奖 红人 在警察厅日本人那儿 都有很好的口碑和名分 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他就是 你能懂 你不能轻易地懂 但是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当然了 如果这件事是他 而我们又不能查出他 这肯定是我们的问题 不但是我们有责任 就是连刘廷长也会连累的 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而且我认为 任警官的死 跟他也有关系 哎呀 有关系的事情太短了 但是都没有证据啊 另外我还在想 你说这件事如果和日本的某一个秘密机关要是有联系 是他们带走了犯人 难道周和他们暗地里还有某种联络 还不敢想 那就更不好办了 那我们就从陈景瑜开始查 我们查他是理所大人名称言顺的 从他入手就是将来没有问题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和周一之间的关系吧 对 恐怕 这是为一条可惜的路子 高厅长 深更半夜找我 想必是有急事吧 当然 是不是打扰你的美梦了 哎呀 我最近做的都是噩梦 哦 那真不应该打扰你 开门见山吧 有一个棋手的案子 涉及到在你这压着的人 我想打听一下池玉兰的情况 池玉兰 对 不是被你们带走了吗 被我们带走 周科长没跟你说过吗 周科长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个事 就是上个星期有一天下午周科长带着日本人把池玉兰给带走了 那你能不能把提走犯人的文件给我看一眼呢 这回池和文件都交给日本人了 你为什么交给他呢 哎 这人都带走了 我们还留着他干嘛 但是一个小时之前 据我们了解 在日本陷命队里压着的所有犯人 没有池玉兰 不可能吧 不可能 有可能 但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 提走犯人的人 不是日本陷命队的人 可是按规定 可是按规定 我们是要把占押名单 当着日本人的面撕掉的 你撕了吗 我烧掉了 当时好多人在场 你确切 确切 你看看 那张是不是 诶 这 那难道 那难道我 我烧掉的那张是假的 那张是不是假的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一张你的签名 你不会不认识吧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是 它就是发生的 这个行业我们干了这么多年 这件事情的出现性质严重性 你不会不知道吧 像你 你 周科长 我觉得都是可以信任的人 如果说真是有人冒充日本人欺骗了你们 那周科长的责任是大的 至于你呢 你们 当时 有 日本军官在 又有 警察厅特务科科长周矣在 你不可能拿着放大镜看自己的签名吧 所以你的错误我想 微乎其微 那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 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听听 审讯 池玉兰的录音行吗 好 我给你拿 因为 审讯没有结果 所以只录了一部分 嗯 没关系 我也是 例行公事 好 我走了 哎呀对不起 这么晚了 都打扰你 哦 好谢谢谢谢 我想提醒你一句 这件事情 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说 那当然 好 接着做你的噩梦吧 好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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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把犯人帶走的那些日本人 是哪兒的呢 讓他周一背地裡 和日本人還有什麼秘密聯絡 等他回來就什麼都清楚了 這就是我滿足過警察的悲願呀 那位沿途哨家怎麼一點消息都沒有呢 一路總署正在調查他的老婆孩子 去加莫斯所有的戶車都沒有他的消息 這說明周一在撒謊 事實上現在就應該發通緝令 不 我得給自己留點退路吧 這不是小事啊 如果發現周一的太太還有孩子 要秘密跟著 不能妄撞行事 另外對他的住所 也要秘密監視 都已經安排好了 絕不會走路成生的 還有 一定要想辦法 找到他們家的一個仆人 這個人很重要 明白 看他現在還有什麼本事吧 燙不燙 好嗎 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这是什么 这是一桌子 在之前吗 不之前 不之前 不之前你这么喜欢 我看看 最珍贵的东西 不一定是最值钱的 因为最珍贵的东西 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比如说 阳光 空气 还有水 阳光不是有的是 白天的时候 天天都晃得我眼睛疼 阳光要是没有了 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 那我们点灯呗 阳光不只是用来照明的 没有阳光 就没有了光明 粮食长不出来 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 世界变得光秃秃的 春夏秋冬也没有了 生命也没了 地球一下子变成了一个 零下好几百度的冰球 啊 妈妈 我把这个手镯 放到火上烧 它会化掉吗 它是石头做的 不会化掉 但是 它会被烧得很脆 然后一下子就断了 这个是爸爸送你的吗 嗯 是你们结婚的时候送你的吗 那我结婚的时候也会有人送我东西吗 那你送爸爸东西了吗 送了 送的啥呀 送了一个 大夫妻 真好 拜拜 拜拜 等会儿 曾经 可以 不 好 你们说 让谁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一共二十三辆车 妈妈这些都是过冰车吗 是 是日本的冰车 佳乔 妈妈把你叫出来 是想问问你 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情啊 昨天晚上我是跟你怎么说的 你不是 天天都盼着爸爸吗 现在爸爸来了 你又不理他 他很伤心的 我不喜欢他 为什么呀 你总有个理由吧 我脑子里的爸爸不是这样的 你瞧你 跟他长得多像 有些事儿现在不能跟你说 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二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一共二十三辆车 妈妈这些都是过冰车吗 是 是日本的冰车 佳乔 妈妈把你叫出来 我说 是想问 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情啊 昨天晚上我是跟你怎么说的 你怎么对妈妈 你不是 天天都盼着爸爸吗 现在爸爸来了 你又不理他 他很伤心的 我不喜欢他 为什么呀 你总有个理由吧 我脑子里的爸爸不是这样的 瞧你 跟他长得多像 有些事儿现在不能跟你说 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这么些年来他都不管你 这么些年来他都不管你 他没有不管咱们 你要知道 这么些年 他一直对你是很疼爱的 前几天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我脑子 你 你 你 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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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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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兄弟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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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